其實我們都一直有耳聞啦 就是陳仲晏呢 其實就是這個準內政部長 所以但是我覺得 他現在畢竟的角色 應該還是要防疫優先 發揮他自己的專業 那在這個名詞上 這個做文章 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 那但是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覺得這上行下效 現在大家覺得 只要把這個抗中保臺 意識形態拿出來 好像都是一個升官的捷徑 好像都能夠得到重用 都能夠達到他所要的位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拿來當天 我覺得有一點點是耍嘴皮子 因為誰不知道 其實在臺灣這麼多年以來 大家談到這個中國大陸 我談到大陸都知道指的是哪裡 何況中國大陸 其實他在法律上面 他是一個有定義的一個名詞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 拿這個做文章 這是很無聊的一件事 不過我覺得從剛才那一題 去回應到現在來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中共 他對於我們在這個國慶日 他所蔡英文總統所說的 四個堅持 其實想也不用想 他是不會接受的 不管是像剛剛所說的 要追求歷史定位 或是鞏固他的政權 他都不會去接受 那不過他之所以現在會這麼靜默 我覺得除了他現在有眼前 有更重要的國內的事情要做之外 那當然他可能也要去看一看說 是不是在蔡英文之所以這麼說 是不是有經過美國的收益或同意 他想看看這個蔡英文講完之後 那這個美國他整個反應是怎麼樣 他也許可以作為他要怎麼去跟美國做對抗 或者做合作 應該怎麼走下一步的一個方向 那回過頭來看 我們國防部長其實有說過 他從今四十年來 現在是台灣這個最嚴峻的一個時刻 那是誰把台灣帶到一個最嚴峻的時刻 為什麼會讓台灣面臨到現在這樣一個狀況 那我覺得意識形態也好 或者是我們常常做出一些挑釁的言語也好 我覺得無助於兩岸和平 也無助於台灣的發展與安全和平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思考 到底怎麼樣能夠兩岸重新來做一個和平談判 那怎麼樣重新去開啟這個談判的一個管道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在這個後疫情時代 大家都會更關注的 就是怎麼樣來讓我們的什麼經濟復甦 然後讓紓困落實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後疫情時代 反而我們這些官都在想著一些官位 比如陳時中將來是選台北市呢 還是選桃園市呢 這個陳忠諺他可不可以在上位呢 能夠去當內政部長 我真的覺得我們的疫情死了800多人 我們打疫苗也死了800多人 這些人命難道是成為後疫情時代 這些指揮中心的官員 他們晉升官位的一個捷徑嗎 我真的想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的悲哀 那陳忠諺他在這個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照理說這是一個真的應該不要有政治 也不要有意識形態 就是論事的專業的記者會 所以當記者問他 因為那天事實上陳忠諺是故意的 這不是一個新的話題 因為在上午的時候 這個當時的陳時中針對就是 這個有沒有發文給地方的衛生局 可以讓這個科興跟國藥疫苗 可以列入小黃卡 當時陳時中是有回答的 所以當記者會在下午的時候開 然後問陳忠諺 陳忠諺過於去講大陸是哪一國 哦中國 就是等於是他就是接了蔡英文的口水嘛 這個這樣子 你這樣的一個意識形態的操作 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裡面 你意圖為何 所以當然我們今天 蔡英文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四個堅持 那大家都認為這是兩國論 我真的覺得 我們真的要非常小心 因為現在包含不只是 他們的這個 大陸自己內部的問題 還有中美之間事實上 也出現了很多微妙的變化 不要忘記哦 今年年底拜登跟習近平 就會有一個視訊的見面 之前他們有打電話 還有他們的高層的見面 比半年前的見面那個氣氛 是完全不一樣 半年前在那個阿拉斯加 是雙方在記者前面吵了一個小時 你罵我我罵你 可是呢 這次在這個蘇黎世的會面 那他說這個氣氛非常的良好 所以台灣現在到底我們的角色 我們的前途在哪裡 然後我們現在只是會 講一些意識形態啦 然後講說大陸是哪一國 要操作這樣子高度意識形態 你要搞兩國人如果這樣的話 我跟你講啊 真的你把路委會撤掉 你們去修憲嘛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左右 各自來自去 兩國人 咱們 一 咱們 咱們 吳 咱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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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